詞曲 李宗盛 我當時在九龍城出入 九龍城在太子道有一條天橋 太子道有一條天橋一路去西蒲江 剛剛在九龍城下面有一個公園仔 有很多老人家在那裏下棋 現在上水也是 很多老人家坐在一起下棋 那時候就是九龍城 有一個時間忽然看到 有個朋友說那邊那邊那邊 他經常去下棋 那個人沒有了 之後我開始想一群老人家 這又可能是一個時日和日子 一路過去過來 給我很多感覺就是 人其實是很需要朋友的 那通常他們在一個社會 和在一個生活當中 其實大家都不是說 很好的關係 或者是有些什麼的感情 他們的感情是唯一 就是在那一個時刻 大家一樣的年紀 大家沒有任何的 是怎樣說 任何的一個利弊的那個追求 只是一種娛樂 打敗一些時間 和一些心靈上的一種温慰 每天大家都在一起 然後玩了一輪之後 就走了 拜拜 那就走了 那他這一段時間 他會覺得很充實 但是 某一日他又會回頭 坐在那裏 他經常跟他聊天 跟他下棋的人 沒有了 那時我想拍一批 這些老人家的心境 其實 其實是 我不能夠說 個個家庭都沒有一些 照顧老人家的責任 我不能說這件事 但是有很多時候 老人家都是自己去照顧自己的 這是真的 八分之七十五 是那些老人家自己去找個地方坐下 跟他聊天 說說粗口 要我 要你 但是 他那種心境 在那個時刻 是很舒服的 他全日好 我就覺得 就是 我看到那些人 那個神態 他就是最舒暢 最舒坦 就是那一刻 那個時刻 我想拍一批 就是那時候我想想到 很文藝 是啊 很文藝 很批評的 但是 自己想 因為我一向都拍過戲 但是我拍這些 我自己經常都想拍這些 但是我都跟自己說 你是不是要拍這些東西呢 拍這些東西是好 其實你想觀眾入場看電影是一種娛樂 你用某個程度去令觀眾有感覺 拍別的東西 你拍這些東西是好傷的 當時你會想 你會演還是 是素人 我會演 和自己導演 因為我由自己的思想 由自己去看 你交給別的導演 或者他拍得好 但是 可能不是我要的東西 就像我最近 我又想拍 街邊 撿紙皮盒的那些婆婆 他們 那條腰永遠都是 現在我 不方便起床 他們永遠都是這樣 這樣而已 撿東西 對 那些紙皮盒 在什麼時間 你會看到他伸直一條腰 推車 做事 撿東西 他有一剎那是會伸直一條腰 是什麼時間 就是那個紙皮盒 現在抖得很高 他要把這個紙皮盒 倒在上面 他就會 是那一剎那 他會伸直一條腰 我想是一個 差不多八十歲的阿婆 他撿完之後 然後在街邊 有兩個木瓜仔 有兩個紅蘿蔔 坐在那裡 賣這些東西 五元 三元 多少 你說 這些老公街有沒有人照顧呢 分分鐘他還在照顧人 是 好像我現在買菜 我每天都去買菜 街市一走 右手邊 第一檔 有個女人 買菜 哎呀 我每天都光顧 其實那些是街邊擺攤 那些地方的東西比街市更貴 我那時候很有心 就是有心 幫一下外面的人 但是計計數 下面的東西比上面貴 我在上面 下面買四隻檸檬 二十元 我在上面 十元五隻 那麽 你會覺得那些人 他年紀都很大 但是有一天 我見到他的兒子 兒子高過我半個頭的 很年輕 有個女兒 幫他媽媽撿東西吃 我心想 哇 兒子看上去很有教育 和很健康 所以他不是經常來 他不經常來一來 幫他媽媽賣菜 撿東西 很簡單 我是每天經過和他買菜 但是差不多有兩個星期 至三個星期 我沒有見他 我心裡就乖乖 他到底有什麽事 他是不是出了事不來 今天我去賣菜 我又見到他 哎唷 很久沒有見你 我又不思考 以為你退休 以為你生命 不敢說 你看到那些人 他為了個生活 不論自己幾年多 他都會盡力爭取 你之後用很多時間去看 是的 等於我以前一樣 我以前會走去飛機場 大同坐在那裡看 在餐廳坐在那裡看 然後我去貨車站坐在那裡看 看什麽呢 看每個人的人生百態 有些人的動作是怎樣 有些人的動作是怎樣 我便吸取這些人 真的有這些動作 可以吸取這些人 可以放在演員上 我們又不是大學 不如我們是社會大學 我們要盡量去吸收 盡量去拿多些資料 資料 我現在也是 我現在經常都看這些東西 很奇怪 我到現在都有一種心 就是 我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很無聊的 很幼稚的 我覺得所有導演 所有電影 每個人都比我厲害 我只不過是行運 因為有很多東西我真的不明白 到現在我都不明白 我以前學驚喜 就是張飛那幾個對白 我到現在才知道是什麽 草蓮 蒙蛇 魚 蘇秋 是什麽呢 草粒 蒙蛇 就是草 有蘇秋 師父教我們講過 讀 我還未能領會到 我到底讀過兩個字 是什麽 即是背了 我就背了 這麽多年 差不多現在開始忘記驚劇了 開始才想得到 那些對白是這樣的 還有很多事情我忽然想不到 有什麽 我覺得是 因為我們可能是 在教育方面 因為我們的教育是特別的 不是一般在學識上 文化上 我們是受於另一種 打和罵的環境長大 我們知道如何尊敬人 天地軍親師 真是的 我們有個牌 燒天地軍親師 我們看著這五個字來做事 好 長大的 作曲都是從舞到有的一樣 會突然之間有神愛之不 有靈感 你動作設計 有想過其實是 像一樣 又有神愛之不靈感到 又沒有到 又很創作的一件事 我想兩樣都有 第一要努力 努力 第二要有天分 都要有的 你只努力 沒有天分 都不可以的 好 我覺得 我 不是 我 由開始做武術指導 那時候 我真的不騙你 我去買公仔書看的 買些連環圖 買些連環圖 雖然它是定格 啊 忽然下一個畫面 我們去看這些 要聯想 去怎樣打招 怎樣串 用這些招數 我們那時候真的不行了 但是你想去學 想去吸收知識 想去吸收知識 最差勁的是 那時候我剛才做主席 我還在韓國 你想找一本 那時候 那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 龍虎門都沒有 那時候 很早 我十九歲 十九歲 二十歲 五十五歲 是四啊 李小龍那些 小龍那些 就是 那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 李小龍還沒有回來 是啊 我年輕的時候 我剛出道的時候 李小龍還沒有回來 拍五雷轟頂的時候 李小龍才回來 是 我跟他講手 就是那個時間 是 片場裡面是家王的A廠 你又對過李小龍 對過收給你 那個感覺 可不可以形容有什麼不同 兩個東西 李小龍一是我不認識他 我不是不認識他 我兩個人之間是陌生的 我只不過在韓國場認識他 周美利不同 周美利是我們發掘他 跟他在一起 不知道 請我拍電影 我跟周美利等於是一個 其實有半的 司徒的關係 或者是朋友 因為很多東西 我們教他的 他就是會打 會動作 但是他不懂如何處理 在電影上的技巧 李小龍不同 李小龍差不多 He's the king 你明白嗎 就是兩個感覺 來的 你讀一套戲 其實要讀多久 就是讀整套戲的動作 所以以前是很浪費時間的 跟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我們CV庫放三個月 在貨倉裡面 我們讀好每一場去是怎樣去的 每一個打 每一個動作 每一個是怎樣的 我們先拍完 用影片 拍完 剪至好 然後給導演看 現在這一場戲就是這樣 你看 這樣做是好的 在拍攝的時間 你省很多錢 快很多 以前拍一場戲 差不多一個月 拍一場打就一個月了 拍一場打就一個月 現在不是 拍完結束 因為我所有的都熟了 創作動作 其實有沒有基礎於什麼 有啊 基礎於 怎麼講 廣東話講 國語就是 你得會 你得知道 有什麼動作 在你的腦子裡面 有什麼動作 有什麼 你見過的 你認識的 你學習過的 你才會幻想得到 我這個是用什麼招數 這個用什麼招數 這個用什麼招數 等於很多特技 我很想拍特技片 但我不懂 人家這場戲這麼厲害 這場戲真拍 一定沒有人 一定是特技 特技怎麼做的呢 我們莫料 我不反對特技 但我很喜歡特技 特技可以幫助到 美化到 觀眾的視力 和那個感覺 所以現在不經常有時候 希望可以學到這件事 學到這件事 可以刺激到我們 在動作方面 有另一個層次 和另一個畫面的表現 你好像我忽然做一個動作 現在你在街邊 有人打 這樣打嗎 沒有的 現在實際是怎麼做的 怎麼 啊 快 現在是這件事 但我拍到古裝片 上河應該怎麼做 上河不會這樣做的 那你要去想每一部電影 整部電影的感覺是什麼 整部電影的背景是什麼 時代是什麼 人物性格是什麼 他的電影是說什麼 我到現在都希望找到 一部電影的主角 他在這部電影裡 在運行 在做什麼 觀眾是希望可以 投入到他這個人 在那一剎那 時間在走動 在那時間那一剎那 在拼命 有同感 即是不同以前 平常打一打 可以打45分鐘 你坐在那裡 打完打完我 看你後面發生什麼 即是這樣 但你希望可以拍到 每一部電影 在動 哎呀哎呀 你可以代入 這樣呢 一部電影的動作性 是成功的 跟以前你拍很多文初 到了現代 其實那個趨勢 是不是越來越快 越來越接近真實 當然了 因為現在你不只是電影 才有東西看 你現在任何時間 你拿手機 很多上網 很多東西 什麼你都可以看 我以前有個笑話 我留在那裡拍電影 現在你有個笑話 你要立刻拍 立刻放 否則別人的笑話 跟你一樣 就放了 現在拍電影 是真的很辛苦 所以唯一就是你錯 你怎樣錯過動作 別人想不到什麼動作 在現實來講 打架是沒有招式 沒得看人 真是打架 所有動作片 我們都是美化過的 你去街邊看看打架是怎樣的 即是尊嚴的人 都不會像你們 不會的 我知道有一個我們同行 在街邊打架就像拍戲一樣 梁小龍 他打架是真的 一個打幾個 他真的是這樣 我只是見過這一個 他本身的習慣 和他的性格 和他的膽 但他不害怕 他日日 他那時練空手道 和他拍戲 他習慣 抓住那樣東西 和你們練 但他覺得他自己 是可以砌你們的 你們是普通一個流氓 我是練過功夫的 但我將這幾樣東西 全部抓向西上 我用那樣東西 對付你們 沒有問題 而他做一個更多電影的動作 是 不是電影動作 是 電影的timing 和tempo 是 他做出來是真受的打架 真受的打架 你真的看打架 全部在電影中 和那些是兩樣東西 每一個人不同 程小冬就是程小冬 八爺就是八爺 成龍有成龍 洪金寶有洪金寶 程小冬就流些 威亞多些 跳飛等等 這個八爺呢 就是利用道具多些 成龍呢 跳窄多些 紅金寶呢 實際些 我也有跳窄 以前的時代 進步一路下來 我現在就是 盡量去 配合到環境 因為這個時間 一路一路下來 觀眾越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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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等於我拍《移民》一樣 我拍《敗家仔》 賺先生 我拍完兩部之後 接著拍《移民》 很簡單 我和自己說 拍《贊先生》和《敗家仔》 就是那個時代 現在拍《移民》 是現在這個時代 現在這個時代 你要令到觀眾 我所拍的東西出來 所有的動作出來 令到觀眾 覺得是很有用 現在都可以用的 因為《移民》這個人 不是很遠 是很近 接著《李宗龍》出來 也是近近 所以觀眾在腦裡 和那個印象 是很近這個社會 所以你要拍一些東西出來 令他覺得這些東西 是真實的 是有用的 可以學得到的 是近實際的 是的 不同的 沒有的 是整個環境那個動作那個設計的 你看我 我就很少飛來飛去的 你可以問很少飛來飛去的 是 你看八爺 那部張志誠 那條街頭 又從電燈館飛到那裡 走到那裡 各個不同 鶴展賊五 我打到鞭雞 啊 花王雞 鄧宇甲 燒班扣 魔花獎 哼 再打 沒得吃 當時你真是很手創 如何功夫 學劇 你當時如何想這件事 我都不知道當時是如何想這件事 愚蠢蠢 打打下又有人笑 後來還要嚇人 我覺得喜劇的問題是 在什麼情況下 可以令觀眾開心、笑 其實是很困難的 你怎樣配合這幾樣東西呢? 不知道,我配合到了 我開寶王,我完全… 在我的… 不要說… 到現在,我還沒想過自己賺錢 幾點頭呢? 我在家和20年 這20年其實要賺錢 我賺很多,但我沒有 很簡單 我在家和時代,我紅了之後 其實外面的緣和平 大家和我差不多拍攝 人家可以找千多萬一部電影 我覺得自己… 我做導演,我做武術指導 做為議員 幾十萬而已 你信不信呢? 我在哪裏才加價呢? 我在拍《龍的心》之後 四百萬給我 四百萬 但我從來沒有… 沒有去… 我要賺多少錢 我沒有想的 那時,豪冠昌先生 你說給我多少錢 我拿很少錢的 你知道我當初第一部導演 拿多少錢? 一萬五千元而已 一萬五千元而已 一萬五千元 沒有,八千元而已 八千元而已 那時我拍《胡錦泉導演》 《胡錦泉導演》的戲 做武術指導都是八千元而已 不過還要拍了三年 還要撕三年 拍什麼呢? 那部叫做… 你知道什麼嗎? 因為我喜歡和胡錦泉一起工作 我沒有計較這些錢 我在家圍也是 從來沒有跟家圍計較這些錢 像我拍《中國最後一個太教》 我當監製 張智良導演 是新導演 我和周梁淮爭爭了六次 我只能拍這部電影 我告訴你,一定拍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一定行 我六次才拍 我當監製、演員 我現在收錢了 我收錢了一晚 我找劉德華、博小聰 這部電影收得相當好 我都沒有分過一號紙 但我從來沒有想過 也沒有爭論過 但我很有成功感 我愛好、我喜歡 因為我們拍動作片 一般的劇本差不多都是那樣的 只不過在對白上 我們動作上是否笑 但你找到一個真正的 我認為劇本是挺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是相當好 我認為這部電影是否困住了 甚至乎從此把你定了形 少許 等於我現在拍一部色情片 床上去 你和女生在床前面 觀眾希望她打了 然後就打了 那時候說笑之外 觀眾喜歡你打 你都在前面就打了 什麼事?不知道 知道我拍龍的心嗎? 我拍畫 我老闆看片 看完片後問我 三王 你可不可以打整個腦子 起來打牆? 我說不行 你有沒有搞錯? 師父早晨 在七人樂隊裏面 是否一開始就想拍七小福的故事? 是 我一開始就想 因為七小福裏面太多故事 其實五十年代 也好 六十年代也好 其實我都抓住七小福的故事來拍 因為我們七小福裏面太多太多故事 我本來想拍七小福是另一段 是說我們一個新的戲棚 每一個戲棚 去到新的戲棚 他要做什麼? 首先這個舞台就開綱 捉鬼 跟著就趕八虎 小孩子去捉嗎? 師父去捉嗎? 小孩子去捉嗎? 因為小孩子全部有新手 我以前練過功 我們師父告訴我 那時候當然是師父給我的人去做 因為全部都是演戲的人去做 因為有很多是真事 一個人就扮成青龍 一個人就扮成八虎 接著就開羅 這個青龍就趕八虎 從戲院走路走 跳上琴落 然後追到戲院門口 追到外面有一間小屋 把白虎趕到這間小屋 鎖住 白虎在裡面 把臉被捉花了 有一個洞就捉出來 然後趕走他 但是 這個白虎趕到那一刻 撞了一撞 撞到頭 不知為何進去 他又沒有捉臉 就跑了出來 但是這個青龍趕到進去之後 就走回頭 看見一個舞台上 忽然間又有一個白虎在這裡 他又追過 追著那個真人爬出來 又見到他 那個青龍那一撞了 兩個白虎 兩個白虎 有很多都是真事 那時候傳說的 就像我拍鬼打鬼一樣 這個死人躺在那裡 生人躺在那裡 如果生人躺在那裡 忽然衝一起來 這個人會起來 他被那些陽氣帶起來 就像我們那時候的傳說 所以七少夫就有太多這些東西 本來想拍那一段 亦都想拍一個年三十晚 是我們自己親自做的 每年三十晚做完戲那一天 全部去清床 清什麼 清舞台後 然後重新設置過 然後我們幾個小孩 八個小孩就綁紅頭巾 紅彩褲 他說本來斬雞頭 斬雞頭 斬雞頭就是撒個元寶 我就是落花刀 另外一個元泰 就是抓住雞的 我們做一輪 然後拿個雞出來 握住雞頭 一個四骨頭 四骨頭知道什麼嗎 四骨頭就是一個狼骨聲 就要斬斬雞頭 這個叫四骨頭 這個叫四骨頭 這一下就要斬斷雞頭 斬斷雞頭 那個捧著雞 把血到某台上的布 有些布 有些鏈 扁完之後 我們就將雞頭走到下面 有個窩 放回雞頭 用紅布拿住 後面有個祖師 就放在中間 這個破台 新一年就来了 本来是想拍这些 是因为时间问题 后来我现在拍这段 都是很幸运 帮我找到台湾 因为现在的小孩很难找 还有国内有问题 你要放学 又要什么假期 又很难 最终就是刚刚好 台湾的小孩给我拍 但一定是星期六星的日 但我不知道 我拍一天拍两天 不记得了 那天就下雨 刚刚好 我拍了两天 刚刚好 那两天完全没有雨下 他天天帮我顺利拍完这一段 这段也是我真实自己亲身 在学校经历过的事情 我爸还在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是撞到四方凳的角度 撞下去 撞了一个半小时 去到哪个时候 真正觉得自己学有所成 永远没有想过自己学有所成 永远 没有想过自己可以 只是看着师傅 经常骂我们 我们一做不好 一生他就骂你怎么干什么 你以为你卷了 你成了 卷是什么呢 卷是主角 但是国语是卷 你是死卷 你是死 一个角 一个角 你成了 你成了 你成什么 你成半生不水了 你成了 我们在学校 每一天 训练 师傅打 骂 成了一种习惯 永远觉得自己还在学习 只要今天没有被师傅骂 便可以了 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 我已经是学有所成 没有想过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也知道 我们除了这种东西之外 其他东西我们也不懂 他训练到你这种阳光味的男人 你们那一代 现在没有这种训练 当然现在的孩子很难 现在不行 现在个个人全部都蹲奸 即是没有你 可以想象是 没有你们这种气质的男人 会来这一拳好难 不知道 你先不打得 打得全部都坐牢 师傅全部都坐牢 约怡 你不可以严厉地去教徒弟 有个师傅叫袁洪 我们有两张椅子在那里 一条藤条 转过去 然后轮到他 他和师傅说 他是苏州人 还在说苏州话 我说不是 我不懂 是否打不打 一定要 一定要严厉 他就过去了 但是 你说是否打得一定好 那就不是 你要看一个时代是什么 五零 五零美 六零那个时代 你说那个时代 这个社会上的时代 那些人是怎样的 真是餐饭吃 餐饭清 每一个家庭 真的都要工作 现在都要工作 但是社会的风气 所有的东西 封销 是没有的 那时全部要真的劳动 当时 你觉不觉得自己是有参与过很多不同的类型化 包括灵幻 复生系列 文艺 和现代积极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很清楚区分到你自己是参与过这些不同的品种 我是跟着部份去走的 我是跟着部份去走的 我拍这类似的 我说可以拍这类似的 这类似的 等于我初初去拍茅山的一些东西 那些人就去过 喂 不要拍茅山 拍鬼的东西是不行的 最终就可以了 最终出来 那我都说你可以的了 但是我会一路尝试提防小生 我拍爬手 拍完这个之后 我又拍了这个 枝粉湘虹 我以前对那种有机的倾向的人 我是不喜欢的 但是自从我拍完那个之后 我现在完全是不反抗和很喜欢的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思想 他们有他们的原则 跟他们聊天是很好聊的 所以人不能够看一方面 很多龙虎舞斯的晚年的生活都很一般 有没有觉得这个公众本身是很折腾和很现实 你说龙虎舞斯过了气 年老了之后 那个生活之后 很多人是照顾不到的 知道吗 这句话不是现在说的 很久以前也说的 是长贫南股的 兄弟 你忽然间没有钱 我给你一筆 你够了 你够了 但是你每天都来 我每天都给你一筆 你不行的 不要说那么多人 就一个都不行 所以 有机会就要草子弹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人照顾你们自己 最重要是自己估自己 始终也是 始终也是 现在时月过去 会不会对你来说特别感慨 没有的 生老病死 有宝宝仔 到老人 个个都要经过 不只是红金帽 你有特别的 没有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循环 自然是这样的 你不必自己和自己去过不去 去想那么多事情 是不是 很多人说 红金帽 你这么老 是的 我有机会老 你没有机会老 你不会老 因为你死了 怎么老 老不怕 老最重要是健康 开心就可以了 人人 谁不老 谁都说人老 你就没有机会老 放心 兄弟 所以你说 我会不会觉得自己老 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 自己为什么这么笨 为什么这么笨 为什么这么笨 反正很迟钝 你没有 你年纪老了 大了 就是这样的 等着你走路 见到伯伯 为什么伯伯 为什么伯伯 一样